我們接下來來談人文是什麼 人文剛剛有幾位同學幫我忙 開始講了一些人文他的可能的解釋 我相信人文是一個不好解釋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的媒體上面 常常在談文化、談創意 可是很少人真的談到人文 但是大學裡面有人文社會學系 那個人文又比較像是 這個學術上在講人文科系的這些人文 但是真正我們在生活上講到人文 到底是在講什麼 我試著把一些資料整理整理 來跟各位很簡單地說說是什麼 請各位先看這個 我們從這樣子變成這樣子 所以人文是人類跟其他生物不同 特有的思想跟行為的特輯 這樣子來解釋應該不會離譜 而且比較簡單、比較容易理解 也就是人文的意思就是 我再講的更白話就是你像不像個人 懂不懂意思 你是像個人還是像個動物 因為你是人 所以你跟其他的生物不同的思想跟行為的特質 等一下我們會一點一點地講 可能待會我來問一問同學說 你認為人跟動物思想跟行為有哪些不一樣 很要緊的是當我們從一個這樣子的 慢慢演化、演化、演化到這裡 那麼這樣子的演化的過程的時候 它是一個境界的改變 它不是身體的改變 身體的改變說不定那個時候 如果整個演化是另外一個機制 它搞不好會越變越小也不一定 所以它不一定是一個身體的改變 它真正重要的是動物變成到人的時候 它真正是境界的改變 那為什麼要跟各位談這個呢? 因為各位要開始認真的去思考設計 尤其碰到一個我在東海大學唸書的時候 我們的世界局面的變化不像最近的 以及過去的十年 以及未來的十年的變化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那時候我們頂多只是碰到一個叫做Hippies的思想 那Hippies就是嬉皮的思想 最重要是來自於反戰跟來自於對於大公司的反對 就這樣而已 不像現在是對於整個人類的生活態度的反省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次 就是文藝復興時代 各位現在所經歷的這個大時代 如果你把他反推出去就是文藝復興時代 達文西他們那個時代 米開朗基羅他們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的人類的一個基本的思想的結構 完全轉了過去 那麼周世紀以後轉到文藝復興時代 人類開始一次復興就是思想的復興 那個是很重要的 現在正在經歷這一段 那這一段是會變成復興呢? 還是就變成就進了家父病房 沒救了呢?很難說 但是你們年輕所以越了解 什麼東西叫做境界改變 越要緊 所以人類之所以變成人類 從動物演變到人類 這個是一個境界的改變 不是身體的改變 好 我們大概花大概兩三分鐘 來再請教幾位同學 你認為人跟動物只能講一個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思想的不同是什麼? 人會思考 我家狗也會思考 但是他都在想怎麼害我 把我的拖鞋偷走 然後跑給我追 他知道我會急 他會思考對不對 所以人會思考 動物也會思考 來 我覺得人類可以做很多 就是不同事情 利用手可以講 然後動物可能就很 就不會很多這樣 你覺得如果好好訓練一隻猴子 他有沒有可能? 是有可能 如果如果一隻猴子 他生出來我們就讓他進幼稚園 而且讓他去補鋼琴 然後讓他開始進小學 然後這個中間上國中這樣子 這樣子給他推 到應該當然不可能跟人一樣 可是也不會像猴子一樣 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問這些問題 只是要希望大家思考 不然的話大家一定會覺得很簡單 人跟動物當然不同 搜搜看 不要害怕 人跟動物有沒有不同? 人他會有夢想吧 夢想 對啊 我講一下我的狗的最大的夢想 他每天早上起來就是想去跟另外兩隻小狗玩 那是他的夢想 就是想說今天最好是他們出去的時候 就忘了關門 所以我就趕快跑進去跟兩隻小狗玩一天 我相信他的心裡有這個夢想 你一直低著頭 人跟動物有什麼不同? 都差不多 差不多嗎? 慘了 那慘了 那我們可能明年有一隻猴子坐在這裡旁邊 來 人會創造跟使用工具嗎? 創造跟使用工具 OK 算可以接受的部分 夠會使用工具 創造 好沒關係 也許我們這樣夠很奇怪 人可以用後天 後天就是學習到 如何控制一個極的行為 跟思想 我跟我家人狗這樣說 牠就坐這樣 我跟牠說這樣 牠就發現了 後天喔 學習喔 那是 人類的本質產生以後 我們的文明得到了傳承 然後 所以說 我們的不斷地接受前人的思想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對的答案 可是我挑戰一個東西 人類靠文字得到文明的傳承 那我在觀察我們家 我們家的狗現在大概差不多 還不到三 有一隻三個月 有一隻不到三個月 有一個差不多一歲 牠們有一種語言 那個語言是沒有人教 這樣子叫做坐下 是那個動物老師教我 我這個動物教牠 牠學會 所以牠這樣子 牠坐下 是為了換我拍拍牠的頭 或是給牠一個食物 拍拍牠的頭 牠覺得我是混的 那給牠食物 牠覺得我是真誠的 但是牠有一個動作 我從來沒教 可是是那個動物的老師告訴我說 如果你看到牠把前腳放下 頭低下來 就是牠在邀請對方跟牠玩 結果我發現 確實如果牠不這樣做的時候 牠就準備要去咬牠了 所以牠就是這樣子 就是來玩來玩 那樣子的東西 我不知道牠們是怎麼傳承 當然也許是在精英裡頭 那個不是我們這堂課該說的東西 那非常謝謝剛剛這位同學 他講的是說 有了文字 那麼當然甚至也許有語言這個事情 可以讓思想可以傳承這件事情 但是我想跟大家談的是 另外一個角度的一個東西 我們來試試看 大家同不同意 請大家看一下這兩個眼睛 我找了半天才找的差不多很像的眼睛 可是一看就知道 一個是動物一個是人 各位稍微想一下這一段距離 就是這一對眼睛 牠們的這個距離代表什麼意思 當然其中有一個是代表 數百萬年的距離 它除了時間的距離 它還代表什麼 我真正想讓各位去思考的是說 在這兩個眼睛中間的這個部分 這兩個眼睛中間的這個部分 它們有什麼差別 我在這裡在Wishipedia上面找了一個比較容易看明白的東西 他講一個接近我想跟大家說的 所以我先用他的話講 他說人文就是一種特質 被一個人所擁有 那麼那個他去找尋他最大的利益 那麼為自己 同時他也找尋最小的傷害 或者是可能的情況底下 最大的利益為別人 那麼意思就是說 人文的意思就是說 有能力為自己追求利益 同時不去傷害別人 這個叫做人文 那我再舉回家我們家的狗好了 我們家的狗如果 牠開始要吃東西的時候 牠就發現你不認人了 意思就是說我的食物 你來我的碗裡試試看 牠馬上牠背上的毛就這樣翹起來 我就要趕快去拉開 因為下一個動作就是咬 狗咬人有大概13個到14層 第一層是這樣漏牙齒給你看 第二層是先輕輕咬你這裡 這樣咬住 第三層是打釘 就是啪 打釘一下 第四層是拉開這樣子 所以到第14層的時候 你帶骨肉模糊 所以牠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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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 牠為了牠的利益 牠不為你的利益 牠為了牠的利益牠就攻擊你 那個就是從這個字來講 牠就不是人文 人文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追求我們最大的利益 但是要讓別人的損害減到最低 或者是可能的情況底下 也讓牠的利益得到最大 那個是叫做人文 所以人文的概念其實是一個 我想我自己 但是我也同時想別人 那個是人文的概念 所以這個是動物很難有的 動物有的部分只會講說我跟你玩 但是當牽涉到利益 尤其是生存的利益的時候 牠是絕對攻擊的 牠的中間沒有說我犧牲我 我去救你 很少 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對於人這個字 human humanity 人文 humane 這樣子發展過來 就是人有人文的時候 牠就會去慈愛 就會去愛別人 那個是一個很關鍵 那這個跟設計有什麼關係 其實有絕大的關係 如果我們今天不愛別人 也就是不愛這個生存在地球上的其他的人 其實你盡可能把東西用光光就好了 你讓未來的東西 你想說我把東西用光了有什麼關係 未來的人又不是我 那但是因為我們是human 我們有humanity 同時我們發展出human 就是會去愛 那這個才是解答的這個真正一個 從我的角度出發 這個是很關鍵的一個人跟動物最大的不同 就是人因為擁有人文 牠可以去為別人思考 除了為自己思考以外 那能夠為別人思考 所以牠會去愛 那這個愛跟動物的那個 這隻動物愛另外那個動物 愛自己的這個小動物不太一樣 那裡面會愛陌生的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關鍵的東西 但是人的這個部分 如果沒有發展好的時候 牠是全世界的生物裡面 很少很少的生物裡面 可能是唯一的生物裡面 牠是會殺牠自己的種 意思就是說 你很少看到老虎把自己的老虎咬死 但是人是經常要去殺別人 所以那個是人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就是說人的腦袋開發得非常複雜以後 它的這個發展變成兩種極端 那麼我們再談20世紀跟21世紀 也就是說21世紀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把發展到另外一邊的那個極端 其實現在正在擺回來 擺到一個humane就是會去愛別人 這樣的一個人文的概念 這個humanity的概念 humane的humanity的概念 那麼所以關鍵 我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就是五思 理他 如果我們要講到人文 其實就是我們跟動物之間 不同的思想跟不同的行為的特質 那這個不同的思想跟不同的行為特質 要把它歸納到動物一定沒有的東西 就是無私利他 因為無私跟利他必須要比較高的境界 才能夠去體會的 所以你要希望他在動物的層次去做這一點 是做不到 是做不到的 所以這個部分很重要 那有了這樣子的一個基本的了解 你在開始做設計的時候 你不管是做產品設計 做這個建築的設計 做環境的設計 做其他制度的設計 做整個經濟的這個策略的設計 你都會開始去想如何利他 那麼很多人說 如果利他的話那就不利我 所以那個就是不夠 不夠剛剛我們看到人文就說 我可以為我自己好 可是同時我也可以替他找到最大的利益 只有這樣子才能夠共同存在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愛因斯坦那一句話 我再讓大家看一遍 講到利他 大家一定覺得很難 但是愛因斯坦在這裡說 要有一點點天才的成分 再加上極大的勇氣 才能夠把事情倒過來想 就是我不要為自己 要為別人 那為了讓大家記住 我把愛因斯坦倒過來給大家看 所以各位要記住說利他雖然很難 但是愛因斯坦說需要有一點點天才 也需要有這個很大的勇氣 事實上勇氣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沒有勇氣 你一定不敢去愛別人 你一定不敢去做利他的事情 所以你在做設計的時候 你在設計一個制度的時候 你也永遠不敢去設計一個利他的制度跟這個 所以這一段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論述 請大家思考 那麼利他的這個概念 從左邊的這張照片到右邊的照片 就是從古時候到現代 所有的這個利他大部分都是這樣 就是很有這個用簡單的話講 就是很有錢的人去幫助沒有能力的人 很有錢的人 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去幫助沒有能力的人 但是真正的利他不是這樣 真正的利他是他也可以幫助他 他也可以幫助他 甚至反過來講他也可以幫助他 你在看這一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坦白講你看到誰在幫助誰 他高興成這樣不是他在幫助他嗎 是 所以利他的概念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互動 利他不是我有所以我幫你 是我沒有我也可以幫你 利他是一個心理的想法 那你要從這個角度來再想設計力才會有路 不然你永遠都在想說我們要利他 我們就要叫誰不收錢 叫誰要捐一點錢 那個都是太狹窄的看法 所以我用這兩張照片不是講說這兩張照片不好 而是說當我們講到利他的時候 都是從高到低 從高到低 其實不是 我們永遠要想到說所有的點他都可以互相互利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利他的概念 我們把它放在設計裡頭 我們才會有出路 這裡還有一張 有一個健康幼稚園的車子燒掉 那個幼稚園的老師就衝進去 把小孩抱出來衝了好幾次 到最後一次他自己燒掉 他為了多捐一個小孩出來 我用這個是他們幫他雕的銅像 我用這張照片是在講是說動物其實他也會 所以Kindness還是舉我家的狗 我家的狗看到有一個這個我妹妹的狗走進我們家 他的背上的毛翹起來 他準備把他趕出去 因為他覺得他是壞人 可是看到我們家那兩個雖然是新來的 可是他很想跟他玩 他就對他很慈愛 你知道他的狗慈愛是怎麼慈愛嗎 他對著我們不高興的時候 嘴巴會這樣 可是他對他從來不打開嘴巴 他就用他的脖子去貼他的臉這樣 所以那個東西叫做Kindness 就很像這一張 但是這是Kindness in a cruel world 就是在殘酷世界的一種慈愛 慈愛動物也有 但是他在這裡寫到一個 這個evolution of這個我們剛剛講的利他 Altrism 也就是利他主義的一個演化 那麼意思是說從慈愛發展到最後是舍己 真正很大的利他是舍己 那各位一定會問說 那那個姚老師這一堂課是要教我們 這個以後做設計不要收錢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舍己這個概念在20世紀的時候叫做舍己 然後自己吃了很大的虧 各位有沒有在前面的兩個學期裡面 看到我舉了很多的例子叫做說免費經濟 免費經濟的概念 我們舉這個Google做例子 他舍己他好像不要錢 買了一大堆Servor 做了一大堆這個磁碟空間 然後你們大家都來用不要錢不要錢不要錢 到現在我已經用了那麼多年還是不要錢 可是我相信他從我用了那麼多的行為裡面 他也有很多的收入 這個其實舍這件事情不一定是真正把自己犧牲掉 但是他你要準備自己犧牲掉 你才有辦法想到說那還有沒有其他的辦法 我可以想到以前沒想到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一方面我們是要讓大家記起來 這位舍己救人的很偉大的林老師 一方面我們要告訴大家 在21世紀當我們講到舍己的時候 不一定是要犧牲到自己 而是要變成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永遠都要從舍己開始設計起 你的這個business model也好 你的design system也好 你所有的東西才會成功 你沒有舍你就沒有得 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從不是只有講說要跟我玩的人我跟他愛 其實不只是這樣 所以我們從這個上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來談這些觀念 談一個大家也許會覺得有點無聊的東西 不過我希望大家可以記住 我用了一張畢卡索的sketch 左邊的那隻鳥是畢卡索畫的和平鴿 我用它來跟老子道德經的第七章天長地久合在一起講 老子道德經的第七章天長地久講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的一切不自身故能長生 也就是說天地從來沒有想到說他自己是需要是永遠活下去 所以他永遠活下去 所以他永遠活下去 這是他舉的例子 那他反過來是在講什麼呢 就是說人其實壽命都很短 可是都去計較說他要永遠長生 最好活長一點等等 所以你反而是不能夠長生 那意思是在講什麼 他後面的意思是在舉了一個例子 他就是說聖人以後期生而生先 外期生而生存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聖人 聖人就是被後來記住的人 洋人就是the saint 被後來的人記住的人 像這個Mother Teresa 現在不是被封了 saint 聖人嗎 聖人的意思就是說 他把自己想得比別人後面 所以他就會跑到前面去 意思就是說我向後退別人記住我在前面 我的我自己犧牲我自己 我一直向後退 但是別人記住我的是排在最前面 這個概念是很要緊的概念 這個是你在做設計的時候 如果你不懂這種思考模式的邏輯 這個如果用我們上學期講了好幾次的 就是說你用左腦去想這個事情 你一定會覺得 姚老師神經病 這個是不可能的 可是如果你開始懂得去用右腦去思考 你開始懂得用右腦應該不叫思考 應該講的是你開始懂得運用右腦去感受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 為什麼聖人後期生而生先 就是我向後退其實別人記著我是在前面 那我這個外其生就我把我的身體置這度外 可是我的身反而會存下來 我的身存下來不是我的肉身存下來 而是我的名字存下來 所以這個是是不是因為他無私呢 是的 但是無私反而成其私 也就是達到他自己名字也存下來 大家也先記著他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是老子在天長地久裡面跟大家分享 那麼跟孔子一樣這個時代的人 跟我們講了一個21世紀的這個 很重要的一個人文的反思 也就是說可能我們做所有的東西 都不應該再自私 那因為不自私 所以他得到很多的得道 我在這裡舉一個例子 我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是這樣說的 他說地獄跟天堂都一樣 吃飯的時候都有一張桌子 那張桌子很大 旁邊圍的人都很多人吃飯 那地獄的人的筷子很短 天堂的人的筷子很長 那地獄的人就把筷子拿起來 就眼前的菜拿起來 就是直接就這樣吃這樣吃 然後就大家把筷子互相打一打去 你不要搶我的打打打 然後就吃吃 天堂因為筷子很長 長到多少呢 長到差不多從我這裡這麼長 所以我夾起來的時候我吃不到 所以我就說我餵你 那別人就餵我 我就餵他都一樣在吃 可是餵別人的時候不會講說 趕快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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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多 所以餵自己的時候這樣子 餵別人的時候 你一口 我一口 你一口 我一口 那個叫天堂 在地獄的時候是 所以地獄跟天堂只有筷子長短的差別 舉這個例子也是一個metaphor 就是一個隱喻 讓大家能夠了解 無私其實是一個很容易懂的概念 可是因為我們被訓練了200年以上 工業化以後 這個腦袋都只會用左腦 而且現代的教育用左腦用得非常厲害 所以大概已經對於老子這樣的話 不太容易明白 可是21世紀是這樣的話開始 會變成大家必須要體會 所以不然就真的到地獄了 另外我拿了Frank Lowe Wright的這個落水山莊 來把老子的第八章 上善落水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子說水善利萬物 就是水對萬物都有好處 可是他又不跟萬物爭 那處眾人之所惡故疾於道 意思就是說大家不想去的地方 越低的地方他都會流過去 他流過去的地方順便把事情也都清乾淨 所以最後一句話就是福無為不爭故無憂 因為他不跟人家爭 所以他就沒有什麼差錯 所以我想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水跟剛剛我們講的那個前面的這一段 天長地久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在講利他的時候 不是小小的利他 而是要像天地這樣的利他 而是要像水這樣的利他 為什麼我要提這些 等一下我們看影片的時候 各位一定要注意看 因為那些影片事實上就是開始 把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放到一個非常現代的建築裡面去 然後讓現在的建築 能夠真正的離開20世紀 我們所學來的一個建築的一種做法跟哲學 所以我先把這些都鋪陳在前頭 那麼最後再講到人文的最後一部分 這個是Wikipedia裡面有人整理的 他說人文一詞的中文 最早出現在易經中間的一個掛的解釋的詞 他講說剛柔交錯天文也 文明已止人文也 那意思就這個意思是說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就是看天你就知道時間在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就是要看人文你就知道怎麼樣子 讓這個人間可以去被你教化 那所以後來的人解釋就是 天文天之離也 人文人之道也 就是說天文就是看天上的道理 這個牛頓後來他們都看得很清楚 人文人之道也 就是人文這樣的東西 就是人該走的路 就是人跟動物不同 我們再回顧一下 剛剛講過 人跟動物最大的不同就是無私 那麼人之道也 也就是這個無私的道路 那這個人走了這麼多年 試試看在這一次的21世紀的這個文藝復興 能不能真正地走出來這樣的一個事情 好 我們有一點點思考的時間 這個思考的時間 大家邊思考 我邊放一個短短的影片 放完影片以後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討論 這一位當時在演講的時候 他的身分是學生 他在美國念建築 所以身分跟大家差不多 年齡可能稍微大一點 我相信他是研究所的學生 那麼我把他介紹給各位是因為 我覺得他指出來一條路 那一條路非常有意思 各位跟他的年齡差不多 應該可以從他身上思考到一些 作為一個環境的設計者 你必須要具有的思考的能力 那麼他會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思考 絕對不是偶然地找到一種科技 所以他就利用那種科技 而是他有一些人文的關懷 那麼他有一些文化的素養 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 我們來看看 他對於這個建築的未來有哪一些看法 他在這裡講的是他現在正在做的一個計劃 那個計劃不是一個學生作業 當然是他的一個研究的題目 可是不是一個學生作業而已 他希望真正能夠找到類似像TED 或者是其他的願意幫助的人 去非洲做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就是從非洲的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蓋一條長城 他等一下會講到從月球上看地球 太空中間看下來 唯一能夠看到的人造的建築物 是在中國的萬里長城 其他都看不到 但是他希望在這裡蓋一條非洲 但是他蓋這一條不是為了抵禦 像中國當年歷史上面為了要做萬里長城 抵禦這個北方的人攻進來 他還是要抵禦 但是他不是抵禦人 他要抵禦什麼呢? 抵禦沙漠 因為沙漠在沙漠化的時候 他每一天沙漠往非沙漠的地方 擴進去的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如果你家住在校門口 你也可能一個月以後你就得搬家 因為你要一直向後退 沙漠是一直放大、一直放大 那他覺得這麼長的一條 他變成一直攻下來的時候 非洲一定會大亂 所以他希望能夠有沒有一個辦法 可是他跟以前做長城的人 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說那時候動用了好多人力 有很多人去做孟江女的這種傳說 他用了一個新的方法 我們當然祝福他們可以成功 但是我最重要是要讓各位知道 大家現在思考的問題 城的這個見地到了哪裡去 對方 關於中國的尺寸的尺寸 這可能是一個不一樣的 但仍然是造成的 在眼睛的部分 或是近來不一樣的 在眼睛的眼睛 有些細菌和沙漠 他說 雖然他現在長城那麼長 可是他建造的人 不是人 他建造的是細菌去建造 是你眼睛看不見的東西去建造 那我就不再囉嗦 請大家就看 現在我們是建築的 我們是建築的 但我真的不相信 建築的建築 我只相信 在雙方的建築 這就是為何 我會展示你 一個負責 和一個負責 的負責 這負責 是 desertification 我的負責 是 它是 所以这个也是给各位一个尝试 让我《黎美美因ics》 让我实际色里面 还有什么之后 有一半半的地土土 风格 就在该随着 偏着ossird已经没了 较正正是不是 正在我的楼梯的水可以 这个数据大迹 with desertification. It was here in the late 60s and early 70s that major droughts brought three million people to become dependent upon emergency food aid with about up to 250,000 dying. This is a catastrophe waiting to happen again and it's one that gets very little attention. In our accelerated media culture, desertification is simply too slow to reach the headlines. It's nothing like a tsunami or a Katrina. Too few crying children and smashed up houses. And yet desertification is a major threat on all continents, affecting some 110 countries and about 70% of the world's agricultural drylands. It seriously threatens the livelihoo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nd especially in Africa and China. And it is largely an issue that we've created for ourselves through unsustainable use of scarce resources. So we get climate change, we get droughts, increased desertification, crashing food systems, water scarcity, famine, forced migra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warfare, crisis. That's a potential scenario if we fail to take this seriously. But how far away is it? I went to Sokoto in northern Nigeria to try and find out how far away it is. The dunes here move southward at a pace of around 600 meters a year. That's the Sahara eating up almost one meter a day of the arable land, physically pushing people away from their homes. Here I am, the second person on the left, with the elders in Girankara, a tiny village outside of Sokoto. They had to move this village in 1987 as a huge dune threatened to swallow it. So they moved the entire village hut by hut. This is where the village used to be. It took us about ten minutes to climb up to the top of that dune, region, which goes to show why they had to move to a safer location. That's the kind of forced migration that desertification can lead to. If you happen to live close to the desert border, you can pretty much calculate how long it will be before you have to carry your kids away and abandon your home and your life as you know it. Now, sand dunes cover only about one fifth of our deserts, and still those extreme environments are very good places if we want to stop the shifting sands. Four years ago, twenty-three African countries came together to create the Great Green Wall Sahara. A fantastic project, the initial plan called for a shelter belt of trees to be planted right across the African continent, from Mauritania in the west, all the way to Djibouti in the east. 几十个非洲国家要准备做一个绿色的种树 把这个沙漠挡起来 可是在沙漠上面种树挡起来那么容易 单单是水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也一直没有做 他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拿去开发成为他的现在的一个思考 如果你想离开一个沙漠的沙漠 你必须确定是离开树的沙漠的沙漠 一个最好的方法的方法是用一个山探植 检测的沙漠或是检测的沙漠 但一个问题是检测的沙漠 是在这些人的沙漠的沙漠是在这些沙漠的沙漠 他们的沙漠倒为烧尔 现在有一个选择 只是检测的沙漠 希望他们不会被砍掉 所以这个沙漠的沙漠的沙漠 其实它们的沙漠的沙漠 它们的沙漠的沙漠 的沙漠的沙漠 它们的沙漠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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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漠的沙漠 如果人们的沙漠在沙漠的沙漠 我怕各位没有完全理解 所以我试着把这个解释一下 它的意思是说 这个沙漠正在往这边一直推 一直推一直推 它们的做法 它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它希望拿沙来自杀 那么这个沙怎么自杀 原来把这个树要种在沙上面 不管是种仙人掌 还是什么其他的树 它是要很贵才能种 所以它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你看它这个比较浅色的是沙 比较深色的就是硬化掉的沙 也就是沙盐 那沙变成沙盐中间有一个过程 是一个化学变化 它准备用细菌来做这个沙变成沙盐的过程 所以等一下它的演讲会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它把这个沙变成这边都是硬掉了 那么这边硬掉以后 这里面有一些空的沙就被空掉 所以沙漠一直往这边吹过来的时候 这个沙就是它刚刚讲说山Catcher 就是说把沙补沙气炎 意思就是说把沙让它掉到这里面去 就变成是沙 那人就住在这个山的另外一边 这些地方就是变成建筑物 所以它就是变成一条几十公尺宽 但是长跟长城一样长的一个带状的城市 靠近沙漠的那边是挡沙的 这个补沙的 以及利用这个沙的硬化的地方开始种植物 那么这些植物事实上不是长在沙上 而是长在沙的里面 为什么长在这些沙的洞里面呢? 因为这边的温度很高 这边的温度很低 所以它在温度很高跟温度很低的时候 就算是那边多干燥 它都因为温差的关系会凝结水汽 它利用那些微量的水汽 让它收集在这个里面 变成是一个植物可以自然生长 它不必要去拿水车去浇水的一个方式 那么它的这个实验呢 一个小规模的实验 已经在意大利跟伦敦各做了一次 那它现在正在找钱 想要去把这个东西 大量的变成是一个大的scale去做 所以各位再继续看 它们可以帮助它们 帮助它们的温度 和一些人的力量 在中间的温度 我们找到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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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温度 在温度的温度 温度 温度是像 ready-made buildings 在一方面 我们需要 solidify 我们需要 solidify 那些地方 我们需要 solid 然后我们需要 去测试 我们有机会 我们可以测试 我们可以测试 它们或是 我们可以测试 它们可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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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你可能会问 如何 我们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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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那些泡泡 而答案是 可能 你使用这些人 Bacillus posteri a micro-organism that is readily available in wetlands and marshes and does precisely that it takes a pile of loose sand and it creates sandstone out of it 这个杆菌 其实现在在做 我们在挖地下室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去做土壤硬化 就是用这样 同样的东西 只是这个土壤硬化的 这个技术 一直被想象成 我去做土壤硬化 没有人想象 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会拿来做这个 所以 他用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一个 他忽然找到的东西 这个是现在大地工程师 在做土壤硬化 经常用的东西 这些写的照片 这些照片是 美国的社会 所教组的造成的 什么事 你把Bacillus posteri 放在一个沙盆 然后它开始 装到溶子 在中的土壤 中的三种 化学会成为 硬碎 就是自然的 砂砂砂砂砂 它要把沙变成硬化24小时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它放足够的这些杆菌 它的这个24小时中间 它可以做很长的一段 它等一下会想出 它自己想的两个方法 听起来也很有趣 I learned about this from a professor at the UC Davis called Jason De Jong He managed to do it in I learned about this from a professor in a mere 1400 minutes Here I am playing the part of the mad scientist working with the bugs at UCL in London Trying to solidify them So how much would this cost? I'm not an economist Very much not But I did quite literally a back of the envelope calculation And it seems that For a cubic meter of concrete We would have to pay in the region of $90 And after an initial cost of 60 bucks To buy the bacteria Which you never have to pay again One cubic meter of bacterial sand Would be about $11 How do we construct something like this? Well I'll quickly show you two options The first is to create a kind of balloon structure Fill it with bacteria Then allow the sand to wash over the balloon Pop the balloon As it were disseminating the bacteria Into the sand and solidifying it Then a few years afterwards Using permacultural strategies We green that part of the desert 像這些比較深的地方 因為它都是比較冷 所以它會凝結水 它就變成水池在下面 所以各位應該都會注意到 它的樹都是長在裡面的 因為在外面 第一個是太熱 第二個是太乾 它長不動 所以它讓這個植物 都是從裡頭得到水 然後長出來 那麼這種裡頭得到水長出來的時候 它基本上它又很牢 它就不會像是長在沙上 這個風一大的時候 就把它弄倒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就是它們在想的方式 The second alternative would be to use injection piles So we push the piles down through the dune And we create an initial bacterial surface We then pull the piles up through the dune And we're able to create almost any conceivable shape Inside of the sand With the sand acting as a mould as we go up So we have a way of turning sand into sandstone And then creating these habitable spaces inside of the desert dunes But what should they look like I based on I was inspired for my architectural form By Tofoni Which look a little bit like this This is a model representation of it These are cavernous rock structures So this is 氣菌的砸地 That I found on the site in Sokoto And I realized if I scale them up They would provide me with good spatial qualities For ventilation, for thermal comfort and for other things Now part of the formal control over this structure would be lost to nature Obviously as the bacteria do their work And I think this creates a kind of boundless beauty actually I think there's really something in that articulation That is quite nice We see the result, the traces if you like Of the bacillus posteri being harnessed to sculpt the desert Into these habitable environments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at this would spread uncontrollably And that the bacteria would kill everything in its way That's not true at all It's a natural process It goes on in nature today And the bacteria die as soon as we stop feeding them So there it is Architectural anti-desertification structures made from the desert itself Sand stopping devices made from sand The world is likely to lose one third of its arable land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a period of unprecedented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creased food demands This could prove disastrous And quite frankly, we're putting our heads in the sand If nothing else, I would like for this scheme to initiate a discussion But if I had something like a TED wish It would be to actually get it built To start building this habitable wall This very, very long but very narrow city in the desert Built into the dunescape itself It's not only something that supports tree But something that connects people and countries together I would like to conclude by showing you an anim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leave you with a sentence by George Louis Borges Borges said that nothing is built on stone Everything is built on sand But we must build as if the sand were a stone Now, there are many details left to explore in this scheme Political, practical, ethical, financial My design, as it takes you down the rabbit hole Is fraught with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real world But it's a beginning It's a vision As Borges would have it, it's the sun And I think now is really the time to turn it into stone Thank you Thank you 剛剛的這個影片 我想大家看了都有一點點感覺 因為雖然他的年齡跟我差很遠 可是我也佩服得不得了 我覺得他的努力是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 而且他在想的東西的尺度 還有他在想的東西的重要性 也都是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 我們來開始做一點簡短的思考 看看各位對於 剛剛我們前面那一段講的是人文 以及我們用一個這樣的影片來做一個總結 就是說怎麼去思考這個未來的問題 各位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很重要的誤賴 就反而是用地球運動的東西 然後碰到我們一下子的生活上 比較還蠻好的 你是哪個系 靜觀 靜觀 靜觀系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你該做的事 我覺得 他有說這是一個願景 但是其實我想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西方世界的人 然後他會願意把他所學的東西放在 就是拿到一個就是 世界上算是最貧窮的地區 去發揮他的專長 但是我覺得 這個 就是 可能也是一個願景而已 我覺得不是這麼容易就是說 能夠完成就完成 至少現階段沒辦法 可是可能要很久很久以後 大家才會對這種意義 比較有所共識的時候 才會有可能成為真的 OK 可是這樣值不值得做 值得 如果在整個身太長久 還看到環境保護上面的話 對啊 所以今天想跟你們分享的意思就是說 要讓一個偉大的事情說 我現在馬上想馬上做得出來的東西會有多偉大 大概都不太偉大 所以但是我覺得像他這樣的事情 大概不需要從你的年紀等到我的年紀 大概在你的年紀跟我的年紀的中間 我相信一定有人在沙漠上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已經做出來 不一定完完全全就是他剛剛說的辦法 就像網路原來想的人想的辦法 現在做出來不是那個樣子 可是如果沒有原來想的人開始去想 這個世界它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總是要有人先想在前面 我覺得這方法是 就是他有勇氣提出來 是非常可見 就是勇氣可教 但是就是需要有執勤的能力 就是我是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會做得很好 我換個方法問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說 你讀什麼 中文 中文 說東海大學有一個讀中文 你是東海人,沒錯 東海大學有一個讀中文的人 很想幫助他 捐了一筆很大的錢 十億美金給你 然後叫你去做那幫他做這個事 你會不會去 首先我應該會先徵留這種這樣的錢 但是我覺得要辭助他的話 應該會再三十張 不是不是 我是說有人給你十億美金 不是你有十億美金 有人給你十億美金 可是說你去幫助他 那你要不要 應該會吧 因為他就是世界破竊需要的 OK 所以你不是不想做 而是覺得自己很沒有能力做 這一點我就是希望 這一學期能夠把你們突破一下 我們的能力哪裡有那麼差 我覺得上完兩節課 我學到最大的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的視野一定要擴大 然後我覺得說 不管你外來做任何的事情 都不再只是 關於你的工作 你的金錢 你的書本上的知識 任何方面的 就是一定要把 就是就像老師剛剛說 一定要建立那些 無私的想法上面開始想說 不管我做什麼事情 都一定是對這個社會 或是這個世界 有一點點的貢獻 如果是有這種想法開始的話 縱使您覺得 你做的事情不是很成功 可是你可能還是會很快樂 這樣 那好 學到這些 要請 好 謝謝 我就覺得剛剛那個 我覺得他有想法 那就是 可是我覺得就是 可能提出一個東西 然後可能 在執行方面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 針對可能 現實的 更 現實生活的 世界各種 各種角度去尋找 可能就是政治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可能之後他的實際度 像我們看來感覺 好像 欸 好像那個 他後面 到達一個 可以到達一個很理想的目標 可能他 他中間事件的過程 可能會 遭受很多 不同方面的一個 打擊或是 或者 所以就是 他有想法 可能中間事件的過程 可能是 還是 有一段漫長的 進步時間 這樣 那個 你講得很好 我想跟你 討論一個事情 意思就是說 把一件事情 做成功 比較要緊 還是 你去 像他 不一定成功 但是 你覺得他的 他現在想這件事情 對不對 我覺得他是 如果往後面 想他的一個 理想目標的話 我覺得他有一個 很好 的 idea 做開始 我覺得他實在很OK 可是 如果到後面成功的話 那過程可能會 中間可能就 轉折會比較多 那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去做這種事嗎 簡單的 我更簡單問 意思就是說 其實所有做革命的人 都不會想到 要成功 他只想革命 他沒有想成功 所以大部分革命的人都 都失敗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 如果沒有那個人 跳出去革命 後面就沒有那個 後面一個分一個的人 那 我想要跟你討論的是說 你覺得 他是不是在做一件 對的事 如果這樣問的話 我覺得他是對的 因為他是 關切到後面的 還是怎樣 那你覺得 像你們這樣年齡的人 應不應該做 這樣的事 這樣也是 我覺得可以做 我覺得可以做 有能力的話 如果想法有能力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去考試 畢竟我們都還年輕 什麼叫做可以的話 什麼叫做可以的話 就是 自己覺得OK的話 我知道你 聽起來好像不是很想做 好 來 你念什麼 社會系 社會系 你讀這個 你看到這個有什麼想法 我想我的想法是 老師好像一直很希望 我們這個年紀希望 去做一些偉大的事情 然後 為這個世界有些貢獻 然後 我還蠻同意的 就是說 如果一件事情 沒有人提出來的話 就像剛剛那個 細菌 如果他沒有想到說 把那個細菌 放在塞子上的話 他可能永遠都只是一個 建築物 放在一個建築物上面 可是當有人提出來以後 不管他有沒有成功 可能都會為接下來的人 或者是後續的人 就是讓他們會有 更多一層的想法 會去完成它 所以不管他這一次 能不能夠成功 可能接下來的人 有會去完成它 好 謝謝 你念什麼 社會系 社會系 那 你有什麼要分享的嗎 我覺得他這樣就是 做得很好 就是 他可以用自己的專長 然後去做 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 又跟別人 就是跟一般的又不太一樣 所以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你幾年級 一年級 一年級 你今天最想做什麼 下課 還不知道 好 那看看上不上課以後會不會知道 你念什麼 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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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覺得看這個 我覺得打破一般我對建築的想法 因為建築感覺好像就是 建築師可能他是利用額外的建材 把它塑造成一個房子 可是他是利用當地的環境的材料 然後塑造一個空間 叫做很厲害 就有 就原來建築就是也可以像 不一定 就是 也可以就是利用當地的環境吧 就跟我們在做警官 就是要 配合當地的空間環境 然後去設計這個東西 幾年級 幾年級 我四年級 四年級 差不多要做事了 對啊 所以我看到這個還不錯 可以 就是 就是 像他就弄那個劇類那個 是之前沒有想過的東西 對啊 人的願 哎呀 如果 如果說 畢業以後 有一個機會去非洲主義 做這樣的事情 跟有一個機會去做一個 台北的一個大豪宅的警官 你會選哪一個 我會想去非洲 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 因為 豪宅 應該很多人都可以做 可是這個好像 本來很厲害的人才可以找 好 聽你這句話你就很厲害 好 最後一位 就是他提出的 他很多老師剛剛講到 就是革命的人 可能會想說要成功 可是後面會有接著做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他如果提出 這個案子的時候 可能就代表 就是會一直完成這件事 就算他可能 不太可能 短時間不太可能成功 不過就是 以後可能就再會 慢慢把這個 就是長城裡完成 好 我覺得各位活在一個非常幸運的年代 那也活在一個不太幸運的年代 幸運的原因是因為各位活在一個人類歷史上 少有的這個時代大變遷的時代 那種大變遷像我剛剛說過的 就是一個人類歷史上曾經有一次的文藝復興 從這個中世紀的黑暗時期到後來引發整個人類 向一個更進步的地方走 也就是米開朗基羅跟達文西他們的那個時代 所以各位是幸運的 因為各位會有很多的機會 可是各位也是一個 身在一個不太幸運的時代 這個不太幸運的時代來自兩個部分 請大家要注意 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時代是地球相當程度的被破壞 那麼所以沒有小心處理 很可能各位要面臨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說的缺水 缺資源 缺糧食等等 不是不能過日子 會變成需要變成非常節儉的過日子 那種日子 節儉也不是不好 但是它不是二十世紀的生活習慣 所以大家可能會開始不知道怎麼過日子 所以當我說不太幸運的時代是你不能為所欲為 所以你必須要開始準備好說原來時代在變 這一件事情各位要注意 另外一個是各位存在一個特別我講的是台灣 台灣基本上除了少數的學校的這個 有機會讓你真正深度的去思考 然後細細的去觀察 那個訓練你的觀察力跟思考的能力以外 大部分我們從小到大 由於升學的制度的關係 其實你不太需要思考 你需要的叫做記憶 所以你的思考力基本上是不夠強的 也就是說如果思考是一塊肌肉的話 你那塊肌肉很少運動 那麼所以再加上當你成長了以後 你會讀書 你會讀文字 你會聽話 你在媒體上看到的 跟你在這個媒體上讀到的 基本上也都是不太鼓勵你思考 他給你的是叫做意見 他不會給你的是思考 那麼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底下 就變成你面臨兩個困難 一個困難是環境越來越壞 另外一個是沒有習慣思考 但是環境越來越壞 其實是最需要思考 然後在一個大時代的變遷的時候 他更需要思考 所以為什麼在這個課裡面 我一直希望各位同學能夠在上完這個課 不管你總共聽進去多少 你放在心裡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但是我們要用人文跟文化做基礎 同時我們要用膽量做動力 所以我把愛因斯坦的話 放在最前面也是這個道理 рен祖 4 1 2 4